这是我们明天的三线 然后创业版 创业版的三线呢 下线是昨天的阳石底 上线是今天的北门关 中线是今天的收盘价 这是上证指数跟创业版指数的明天的三线 具体的分析 大家可以去看龙队的公众号跟视频号 都有比较详细的讲解 在这里就跟大家不充分的讲了 整体上来说两个指数呢 这个明天的三线间距都比较小 明天是有可能变盘的一天 大家有做好相应的应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 整个的从涨幅榜上来说 今天跟昨天一样 依然是这个药类的 就是各种各种药 是吧 减肥药 工业大麻药 纺织药 肝炎 这些各种药是在涨幅榜的前列 昨天的涨幅榜前列也是他们 是吧 然后今天的涨停数量排行榜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分散的了 有这个边计算 这个芯片 人工智能 机器人 这些都是这个新科技的 但是后边像医药本身也有四个涨停 然后汽车类 无人驾驶 这些这个新能源的也在涨幅榜的前列 但是整体上来说涨停数量都不是很多 今天的这个热点是比较分散的 在这个新科技以华为包括光刻机为代表的新科技 在逐步的走弱以后 目前呈现的一个态势就是这个热点比较分散 今天其实涨停数量最多的一个板块应该是医药 如果我们以这个十厘米以上的来算的话 它是有六个 它应该是最多的一个板块 这个能对视频号里面也讲到了 整个的医药今天 昨天是一个备量柱 是比较健康的备量柱 也是跟大洋柱 但是今天相比昨天来说 是放量的 但是价柱缩小了 是放量之涨的 就是有明显的放量之涨的味道 对吧 如果说 这个就是从板块指数的这个建构上来说 明天常态医药是看跌的 对吧 常态是看跌的 如果说明天这个指数开始 这个反光往上走了 那医药板块 就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 除非说是明天继续调整 明天继续弱势继续调整 我们可以跟踪一下医药板块 跟踪的话 更多的是跟踪里面的个股 对吧 我们目前20厘米的连板的个股 长山药业 这个是整体走势是比较强悍的 是吧 有一同学可能会说了 这个龙内部经常给大家说 讲 讲坑坑坏是吧 然后我们讲五定青龙 首先 看什么 首先看定位 KG来定位 但是你的长山药业在这个位置上 就没有 最起码的 最起码的他没有稍微级别大一点的这个 出来 为什么他就能往上涨了呢 对吧 为什么还能20厘米的两连板呢 为什么我们曾师兄还可以去擒拿这个 暂停板呢 有没有同学有这样的疑问呢 有的回复一下一吧 如果要有的话我们把这个简单我们消了一下啊 怎么发现 怎么发现就不是现在初级班需要给大家重点去讲的东西 我们重点要讲的是跟踪 对吧 昨天啊 哪怕说是昨天有长平板的 其实今天啊 一些高手也是可以去进的啊 关键是我们要把这边的长平板能够看得懂啊 我们首先来看啊 就这个股票 他从上边啊 从上边就从这个位置我们看啊 大概可能 这个9块钱左右啊 到了最低点4块3啊 大概是腰斩的一个位置 我们不看 整体上啊 它的位置都是比较低的啊 但是我们就从这个位置来看啊 刚才跟大家说的啊 就从这个位置来看 因为这个这个位置本身也放高亮了 是吧 我们从这个位置上来看啊 它的价格就在9块钱 价格就在9块钱 然后呢啊 就往下跌啊 往下跌 它整体上是怎么一个跌法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我们我们把这点放大一点啊 这是一个高亮 是吧 然后缩亮 然后长阴短柱 对吧 这是缩亮的 首跌是缩亮 接近缩三一的一个下跌 第二天是长阴短柱的 第三天是什么 第三天是缩二一的 对吧 这是它整个的啊 从上边开始下跌 从上边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 从上边开始下跌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底下啊 就从下跌以后啊 整个的看一下这底下啊 在这两天之前 大家是不是能够 比较明显的啊 看出来这是一个红肥绿兽的 比较明显吧 就是说啊 它整体上上涨的时候啊 上涨的时候都是放亮的 就是我们用对讲啊 我们先看底下的亮 我们先不看架入 我们往上面盖住 我们先看底下 整体上啊 比如说这里 这里是放亮的啊 下跌是缩亮的 上涨 就是这个整体上啊 就是红的是放亮的啊 绿的是缩亮的 对吧 整体上啊 包括这里 这里都是呈现的这种建构 对吧 呈现的这种建构呢 然后到了底下啊 我们自己看底下啊 这边啊 也是一个 放亮的是吧 然后下跌还是缩亮的 一直到了底下 这边一个什么 阴背亮 对吧 这是一个阴背亮 也是一个阴高亮 对吧 在连续下跌以后出现阴高亮 这其实就是处理在拿筹码的一种表现了 是吧 尤其第二天啊 这个 银高亮当天还是探底回升的 是吧 第二天还是缩二一的 然后呢 昨天啊 昨天一要打块比较强势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啊 整个的它的亮波 就是说你拿这样的股票啊 更多的是盘中去发现的 我们可以看看它底下的亮波 上涨放量啊 这里 这一波上涨放量 然后这边啊 风涨停也是 放量的 是吧 然后打开 再拉涨停 还是放量的 对吧 然后再打开 再拉涨停 还是放量的 它整体上啊 就是昨天来说的话 放量是非常 就是日向上啊 就是分时上看 它是放量非常明显的 然后这根亮柱呢 是在低位的 对吧 首先来说啊 看日向上 这是一根高亮柱 对吧 这是一根腰斩以后的啊 九块多到四块多 腰斩以后 在底部出现了一根高亮柱 对吧 首先来说啊 我们定位啊 目前的位置是在底部 底部放这样的高亮柱 其实啊 就是主力拿筹码的表现 对吧 包括啊 刚才跟大家说的啊 这边的阴高亮 对吧 这边阴高亮 也是主力拿筹码的表现啊 昨天也是主力拿筹码的表现 因为它的高亮出现的位置 是在低位的 对吧 是在低位的啊 这决定了啊 昨天是主力拿筹码的啊 从量波上来看啊 红肥绿兽的 这是主力抢筹的表现 啊 从日向上看 是在吸筹 对吧 而且啊 这算是一根发烧柱 昨天的话算是一根发烧柱 底部出现了发烧柱 啊 亮波又是红肥绿兽的 而且这个亮波非常的强势 这都是主力在抢筹的一种表现 好吧 这也是我们上一期啊 龙队给大家讲的什么 讲的一柱定音 在连续下跌以后啊 在低位的位置啊 出现这样的发烧柱 是这个一柱定音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亮学同时也说了啊 高亮柱 常态是跌的啊 也就是说昨天 在这个位置上放了高亮柱 放了发烧柱 发烧柱以后 常态是跌的 那今天走的是什么 今天直接跳空高开过左风 然后往上涨 对吧 往上涨 这就是变态的表现 好 所以高手在这个位置上啊 高手在这个位置上 他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去 就今天依然是可以去去做的 对吧 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啊 大多数同学来说啊 我们这个去找二套三套的去做啊 高手的可以 这种票 可以看啊 可以看 但是前提你要把它分析的特别清楚 而且啊 昨天二十厘米以后啊 对于大多数的各部来说啊 你即使底部出现一个发烧柱啊 大多数的也是在这个地方 再回来做奥 然后再去洗抽的 对吧 大多数是这样做的 那这个股票啊 这个股票啊 今天如果说去秦拿的话啊 今天如果去秦拿的话 嗯 怎么 怎么去 拿呢 比如说有些同学可能说了啊 我们看啊 我们看 这个量波啊 净价的时候 啊 净价的时候是吧 一直在放量 但是价格一直跟瀑布一样 在往下跌 对吧 一直在震荡的往下跌 对吧 那常概的不就应该往下打了吗 那为什么又上 为什么啊 我们量波上显示的 它是上去的 对吧 其实这个啊 给大家 给大家说的小技巧啊 就是说 我上周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交流过一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有些东西在量波上看啊 就是你量波 呈现出来的是每一分钟的收盘价啊 每一分钟的收盘价的一个连线 它其实有点类似于什么 有点类似于我们日项里边的就是 均线 对吧 就是我们把每一天的收盘价啊 连接起来 是吧 这个分时呢 它其实也是连接的每一分钟的啊 每一分钟的一个收盘价 所以那一分钟 主力到底在那个位上经历了 就是说 整个的啊 主力运作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其实在里边有些时候是反应不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借用什么呢 借用一个一分钟的 借用一分钟的开线图 就是量价关系图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就是 首先来说啊 呃 我们看量波啊 看量波 大多数时候都没有问题 然后看这个什么五分钟的 十五分钟的 三十六十分钟的 我一般是不看的 我有的 偶尔会看一下一分钟的 看一分钟的是看什么呢 看 这一分钟啊 就这一分钟 对吧 这一分钟 然后 这个包括啊 一些成交明细啊 去看这一分钟 尤其是 啊 放高量的那一分钟 是什么表现的啊 具体的我们 常常要页 我们来看啊 首先开盘是在这个位置啊 9点25分 也就9点30分 开盘是这个 这个位置 然后开盘以后啊 主力其实是先往下打的 对吧 这一分钟 主力先往下打 打到这个位置 又拉上去的 然后呢 在 第一分钟的时候 放了一个高量 啊 第一分钟是放了一个高量 然后收了一个 啊 这个 开盘价跟收盘价 是一样的 对吧 它也不算十字形啊 有点类似于T字形的 一个柱子 然后 第二分钟是什么 第二分钟就是 缩量三一 价长量缩的了 对吧 大家去看这个 啊 是不是特别明显 特别强势的一个 价长量缩了 也就是说啊 首先第一分钟 放的这根高量 第二分钟 缩量三一 就站上去了 然后 继续回踩 回踩高量 底部又上去了 如果放到我们日项里 这是不是很好 很好的一个接入点 对吧 我们其实可以按照 日项上的来说啊 这是高量柱嘛 高量柱第二分钟 价长量缩 缩三一 接近缩二一 对吧 这是高量的变态 变态以后呢 过风 保顶 下来 再往上走 过 二一位 对吧 那你在这里 对吧 是不是啊 按照这个量价关系来说的话 在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比较好的 接入机会 高量啊 直接后边变态 然后回来 回踩 再往上走 是吧 那在这里其实就是啊 比较好的 接入机会啊 这个 呃 讲这个啊 讲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跟大家分析这个股票啊 更多的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个啊 说一个这个技巧啊 小小技巧 也就是说啊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啊 你上去再下来再往上走的时候啊 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 很好的一个接入点 好吧 当然这个高手去做啊 呃 高手啊 呃 跟大家 具体又来讲这个股票啊 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第一啊 把整体的建构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跟大家分析一下啊 就是说 为什么啊 在这个位置上 没有特别好的 这种 尤其是大级别的2 啊 他也能走出来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一注定音 对吧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 一注定音啊 然后包括分时里边啊 用一分钟的那个东西怎么去看啊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 就是这个股票啊 如果说后期调整啊 如果说啊 再继续又走变态了啊 除了曾志兄手上油以外啊 其他人不要再去参与啊 但是如果说啊 这个股票 你能够再回来了呢 明天冲高往回走也好 或者说明天直接往回走 对吧 因为毕竟今天 这个人线跟天线距离稍微有点远 是吧 然后啊 整个板块指数 今天也是 方量滞涨的 对吧 但是你如果说他回缩量回调了呢 对吧 这个股票后期就可以去跟踪的 对吧 能够在底部出现 这个一注定音的 出现背量柱加背量柱的 出现连续两个20厘米涨停的 证明这是强装 对吧 证明这是强装 如果说 有这样的回来做傲的机会 大家去把握 大家去把握 这个如果出现变态 那 说不定明天冲高回落 有这种可能性 就不要去做了 好吧 这跟踪跟踪后边怎么去 就是跟踪他后边 这个 能不能下来会再做傲 然后呢 这个剩下的两个十几厘米 大家不想看 这个 得展健康 得展健康 大家可以看看 就这个股票来说 我们从这里看吧 跌下来 一个坑 两个坑 三个坑 是吧 然后一个二 两个二 这是不是二澳的位置 今天是二澳的位置 大级别的 就是 稍微大一点级别的二澳的 然后在二澳里边 这是一 这就是二 对吧 昨天是吗 昨天本身是背量柱 这里的跳空 一澳的跳空 这里还没有补 昨天一个背量柱 一阳 钙 四 一二三 四 四一 本身就是强势的一种表现 对吧 本身这个股票 在这里一澳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去看看 为什么说我们 说尽可能的大家去做 二澳三澳的机会呢 就是一澳 尤其像这样的 一澳是很明显的 对吧 这两根柱子是很明显的吸筹 很明显的底部吸筹的行为 有一天说了 为啥 你说它是底部吸筹呢 首先第一 它的位置低 在位置特别低的位置上啊 能够出现这样的特别特别高的高量柱 这是位置决定性质 就是这个量柱的性质是由它的位置决定的 这就是主力在吸筹的 对吧 因为我们三线规律 三不定律告诉我们 主力都是高买低卖的 这个这个低买高卖的 对吧 然后在第一位的位置上放高量 只有主力拿筹码 才会出现的 是吧 然后我们具体看啊 这两天 比如说啊 这一天 一根线 一根线就上去了 对吧 这肯定是主力做的嘛 不是主力啊 没有这么齐心协力的 是吧 然后第二天啊 第二天这边是什么 首先啊 特别高的一根高量柱 是吧 然后啊 仗庭板没有封 是吧 那我刚才说啊 我这根量柱是 依然是主力在吸筹的 从这几个方面啊 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吧 首先第一 就是从三不定立的角度上来说 在第一位放高量 对吧 低买高概吗 第一位放高量 是主力拿筹码的表现 这是第一个 对吧 第二个啊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罗雷教我们啊 什么红维绿寿 主力在吸筹 是吧 那我们再看一看 这一天的分时啊 在这个位置上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仗庭板之前 它是不是特别明显的 红维绿寿的 也就是说啊 主力在这个位置上 这一波 是主力在拉伸的 对吧 很高的红量 然后跌下来是快速的 缩二一缩二一跌下来的 对吧 然后再拉伸 这边是什么 背量柱 背量柱 对吧 大家能看 能看清吧 背量柱加 小背羊加背量柱 拉了一个仗顶板 但是仗顶板以后 它没有封 没有封 后边这些量柱啊 后边这些量柱 大家看看 跟前边仗顶板 之前的量柱相比 它是不是 特别特别小 对吧 所以从这个建构上来说啊 这个建构 有点类似于什么 有点类似于华丽 创通 我上一周 跟人家讲的时候 当时都已经 两个仗顶板 然后又横盘了两天 又两个仗顶板 对吧 那边我依然给大家说啊 它有可能还是没有结束的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跟前边这个建构 跟前边这个建构是一样的 对吧 主力在前边是放量拉伸的 你所量调下来啊 就是你后边没有风 这边是没有亮柱的 对吧 这是很 很这个主力啊 在低位 从三线规律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主力什么 我故意不封板 我通过控制价格 对吧 价长可以知道卖出的欲望 价跌也可以知道卖出的欲望 我通过 这个位置上不封板 让价格下跌 来制造 场内 持股者卖出的欲望 从而他自己去吸筹的一种表现 对吧 就是从三度定律的角度上 从三线规律的角度上 两个角度上 去跟大家去交流的 包括这个分石里边 红肥绿兽的这种建构 然后我们说了 这是我们的预判 主力在这个拿筹码 是吧 那后面我们要去确认 那你这一天啊 如果说这一天去出货的话 首先来说位置上 不足以支撑来去出货 但是后边呢 这根柱子 缩量的 上边捅 捅过了高粱 如果说这个位置上 主力在价格板的位置上出了货 那第二天不应该再捅到这个位置 对吧 第二天其实就给它消化了 然后第三天 来了一个什么 缩量三一的下跌 横盘两天 这个什么 长阴短柱 长阴短柱 缩三一的再跌 对吧 跌下来以后 一二二二 二二的一阳 二二的二阳 背量柱 加背量柱 对吧 如果说啊 我们 跟踪医药板块的 今天这个得战健康 其实 对吧 你有它整体位置的分析 大二二里边的 小二二 对吧 昨天有一阳 而且这个一阳基因次阳是很强的 然后今天其实啊 过锋的时候就 依然是可以去拿的 而且今天这个股票呢 依然是 啊 量波上来看 依然是非常强势的 啊 也就是如果说 啊 如果说 一二还能够持续啊 或者说调整几天以后再持续 不排除这个股票 啊 比如说明天啊 一二调整 它去 因为它的量价建构啊 今天 虽然是 倍量柱 但是它跟这边的高量柱 相比依然很矮的 对吧 或者说啊 跟这边的 这个大阴相比 它是属于缩量过了两个大阴的 对吧 如果说呢 它能够上冲 然后再回来 再启动啊 又赶上什么 又赶上医药可能啊 当然又调整 然后医药概念 再往上涨的时候 对吧 这个时候那就是我们 非常好的机会了 啊 如果说明天继续往上涨 那懂量柱的 你们再去看 好吧 然后啊 像通化金吧 通化金吧 这个 这个股票啊 整体上大家可以 去看一下啊 从底下啊 比如说啊 咱们不全看了啊 这个 啊 没有破吧 然后这边的仗停板 二一位没有破吧 这边的仗停板 倍量柱 没有破 这个仗停板 没有破 这个仗停板 对吧 二一位也没有破 对吧 大家可以看看啊 全是红宝石 大台阶在往上涨的 对吧 全是红宝石 大台阶往上涨的 然后昨天是什么 昨天是缩量二一 啊 缩量二一过 这三个高量主 啊 这三个基本上差不多高 对吧 昨天踩着这个高量啊 这是最高的量 踩塌 然后再往上走啊 这么明显的一个缩量的 那今天啊 今天其实依然也是可以做的 包括今天 其实啊 他依然是加上量缩的 对吧 如果说要能够继续什么的话啊 这个股票依然可以去跟踪的啊 当然你如果说没有啊 没有 那就领算啊 如果说啊没有的话 等的机会就是下来再上去 奥里面的机会 好吧 呃 是不是 不能再再这样更细了啊 这个 啊 包括你像莱茵生物 啊 莱茵生物啊 这个地方跌下来 对吧 长期跌啊 这个地方也是腰斩的一个位置 是吧 然后这边是1澳 这边是2澳啊 然后2澳里面 这是1小澳 这是2小澳 对吧 它的位置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吧 位置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股票啊 其实今天如果说啊 大家看到了啊 像这样的股票 大家不要看它跳空啊 跳空的也比较多 对吧 这里是我们的腾龙战法 大家可以去 可以依然可以去勤拿的 那大家很明显的啊 就底部来说 首先第一 红肥绿兽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 这是什么 背量柱缩背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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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量柱缩三一缩三一 对吧 这是很多的背量伸缩啊 底下背量伸缩都很多的 这样的股票啊 在这样的位置 1澳的位置 2澳的位置 2澳里面的2小澳的位置 然后过澳间峰的位置 对吧 而且这个位置上连续 缩量下跌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连续缩量下跌 这个位置上 缩到了板低的位置 对吧 昨天是次阳 今天是二阳 跳空 往上走 这些都是啊 我们去 今天啊 应该 如果说关注的话 都是很好的 接入的机会啊 早上 好吧 这个不跟啊 就跟大家讲了这么几个啊 这个老师一讲时间就长了 这是一要的 好吧 再给大家 最后再总结一下一要啊 从板块 说上来讲 今天是放量 智掌的常态是要调整的 对吧 如果说明天大盘起晚回升啊 他的调整的预期就会啊 就是更可能走调整的这种预期 好吧 然后如果说啊 大盘继续调 继续这个 弱势啊 调整也好 震荡也好啊 弱势震荡也好 把医药里面的一些个股啊 赶紧给大家简单看了啊 一些个股的 因为它建口还是不错的啊 可以去里面看一下相关的个股 好吧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两年 泽队一直在给大家强调汽车类 是吧 汽车相关的啊 就是新能源相关的 新能源相关的啊 像这个德卖市啊 昨天龙队就跟大家重点去讲了 是吧 这边啊 一个小二 两个小 昨天二一阳 是吧 今天啊 今天是这个 继续放量 往上涨的 这个股票啊 目前被量住 将被量住 今天的放量 其实更多的啊 更多的是因为 它去消化左边的这些个 去消化左边的这些筹码 放的高量 好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股票啊 这个股票啊 最好它能够回来回踩 然后再出现啊 比如说高量不破 高量不破 啊 再往上涨啊 这个 所谓的高量不破啊 不一定是明天 必须明天收音 然后啊 后天 出次阳啊 或者明天后天收音 然后大后天出次阳 不一定是这种建构啊 它如果强势的话 有可能明天一天 就完成回踩去 回升去这个拉升 走变态的 好吧 这些啊 在盘中看都是奥利比较的机会 对吧 然后从日向上看啊 最后的结果有可能就是一个高量不破的机会 好吧 大家去看一下啊 这是目前 汽车类里面的 能头 好吧 呃 大家去跟踪啊 跟踪 会不会走变态 啊 会不会出现高量不破 还是说下来作傲 如果说下来作傲的话 你只要这边的 这个挑空不补 它就是比较强势的表现 好吧 呃 然后其他的几个 嗯 不跟大家看啊 另外就是 这个 阿尔特 阿尔特 今天早上啊 今天早上 对跟大家讲了啊 去观察一下 他的亮波 去怎么走 然后这个股票呢 呃 我觉得啊 如果说 汽车类啊 新能源相关的股票 能够 这个在明天啊 或者说未来几天 能够 回升的话啊 就是能够继续涨的话 这个阿尔特啊 其实 可以去关注关注的 啊 今天是高亮 对吧 今天是最高的一根高亮 但是假阴真阳 啊 大家可以看看 他能不能守得住 啊 他如果强的话 今天 今天啊 今天在这个过峰的位置上 啊 去放这么一个亮出来 啊 其实就是主力用 是吗 这个高开低走 啊 进一步的去 拿筹码的一种表现 好吧 我个人 认为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他能够出现变态 他依然有可能会是 这个板块里边的啊 这个龙头 因为他的位置上 整体上看 啊 这边大 这边大的一奥啊 目前是二奥 然后二奥过峰啊 过奥远峰 这么一个位置 如果说他出现 出现变态了 那也会意味着 这边的峰 他就过了 对吧 他就进入一个 冲断的行情了 好吧 这是汽车类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的 看一下所有的 障碟吧 另外呢 就是 刚才跟大家讲的 新民生里面的 新民生的 这个医药 然后新能源 重点关注一下新能源 然后新科技 新科技 我个人认为 还是需要 还是可以继续去跟踪关注的 但是这个跟踪关注 更多的应该要注意 注意什么 注意高低切换 就是说 前期的龙头 对吧 前期的龙头 你像华丽冲通也好 对吧 华丽冲通本身 目前是在高位 这个横盘的一种状态 不排除他继续涨 但是涨的话 更可能 也更大的可能性 也是强弄之末 对吧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 哪个股票在这 就是9月10万 像这个 金融 对吧 金融这两天 更大概率 放高粱 这么个表现 更大的可能性 是在出货 然后你像 灌石 今天 连续一字板以后 今天也放了一个高粱 而且这个 换手率也是非常高的 对吧 包括像张江高科 今天四板以后 也断板了 这个整体上 高位的个部 新科技的高位的个部 都已经 这个 都已经牺牲掉了 但是 其中 有些个别的 你像 这个 这个 灌石科技 这个高量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可以跟踪一下 有没有可能 或者说 或者说明天就直接 数量特别明显 下跌 下来做傲 那么他还有 说不定还有可能 包括张江高科 盘子稍微大一点 在这地方 左侧 左侧到了 这个左锋 两边左锋的位置上 然后 也不能 我觉得也不能 完全说 他就一定出货了 需要 这两个股票 需要后边 两三天里面 再去做一个 做一个确认 好吧 整体上的话 这些个高位的个股 目前都已经倒掉了 但是 但是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 目前 三连版的两个票 联合精密 高红股份 他们都是新 科技类的 联合精密 是光科技概念的 高红股份 有华为概念 是吧 包括二连版的 这个名普光词 也有华为概念 包括后边的 你比如乘机相将 这些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 我目前屏幕上 标着字母的这些 HW的是华为 是吧 HW的是华为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光科技的 就是目前 大家一看账点板 里面 这个华为概念 依然是有 依然有 而且数量不少 对吧 只不过说 这些股票 都已经不是原来的 老龙头了 都是第一位 重新又启动了 一些股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 简单来看 比如说 目前联合精密 联合精密这个票 今天 今天首先来说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亮柱呢 是 历史上上市以后 这边上市 这边上市以后的高量 上市以后 目前是最高的一个高量数 那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 什么看不清 这是联合精密 目前最高的 三连板的一个股票 大家觉得这个股票 这个 放高量了 对吧 而且是跟 发烧住 换手率也 非常的高 大家觉得这个股票 是不是一定 一定就不能跟踪了呢 大家觉得这个股票 这个认为 还可以跟踪的 打三 认为不可以 跟踪的打四 大家觉得 还可不可以跟踪 三四 啥意思 我们来 我们来 分析几个问题 这个股票 你说像刚才说的 那个什么 那个一二股的 认为出货了 是吧 然后一二股的 二十厘米两年版的股票 虽然说 也是在比较底部的位置 没有大的 这种 二澳 三澳出来 然后 它直接往上涨 这个 起码人家是 放量往上拉的 主力去抢筹的 就是说我往上拉 你们尽管往外抛 你们抛多少 我就接多少 起码是那样的 但是 联合精密 这个地方 最低点在这个位置 是吧 然后 这几天也没有怎么去吸筹 结果就一字板 一字板就直接上了 对吧 它也不是大建构的 这种二澳跟三澳 一字板就上了 为什么它一字板就能上 为什么连续能拉两个一字板出来 首先它有光刻机的概念 这是 首先的 那有光刻机概念的股票也很多呀 为什么它能够连续能拉一字板呢 其实 跟它左侧的下跌是有关系的 这边放了高量 最起码这一天 这一天原来中签的人 大多数是抛的 对吧 大多数是抛了的 抛了以后 大家看下跌什么 缩二一的下跌 然后这边 稍微反抽一下什么 价涨量缩的 再反抽一下 又是价涨 就是这个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 这边也是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 对吧 整个大家可以去看啊 从下跌以后啊 从除了开始那几天 整个建构 说它是红飞绿售的 没有问题吧 对吧 主力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一直是在拿筹码的 一直都是在拿筹码的 对吧 拿了筹码以后啊 在这里啊 在这里 一直打下去 打到了什么 这里百日低量群 对吧 这里其实就是百日低量群 百日低量群 多组的百日低量群以后 就是在这里 百日低量群都出来了 接着往下打 然后再接着往下打 对吧 这都是挖坑的表现 但是主力 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已经在拿筹码了 那很明显的 那上涨是倍量柱加倍量柱 对吧 下跌缩三一 对吧 这里啊 这个 这里对吧 包括这里啊 这里 去这里 其实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比如说主力啊 一直在下跌的过程 在拿筹码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 才能够连拉一字板 那 连拉一字板以后 今天啊 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啊 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说 我是主力 如果说我是主力 我今天要出货 对吧 我两个一字板了 啊 我今天要出货 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 那我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啊 比如说这里 这里啊 这里 这里 我都是在拿筹码 那我的平均筹码在哪里 平均筹码 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认为啊 就是大概认为 应该在这个 这几个吸筹 明显的吸筹位置的中间位置 对吧 以及我目前画的这个线的上下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首先我们考虑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 我在这里是 这个 拿货的平均的位置 啊 就是我的平均筹码是在这个位置 啊 那今天这么表现啊 今天往下打 上来就往下打 也就是上来就先把我的平均价 给打破了 主力想干啥呢 对吧 他如果说 我好不容易回本了 我要出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 啊 我是不是应该往上拉了再出 我不应该在刚刚回本的时候就出 作为一个主力来说啊 不是我们不是散货啊 作为一个主力来说 他不应该这么出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 如果说啊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要想出货 我应该怎么出呢 大家去想一想 我上来是什么 高开的啊 在这个位置是高开的 我最好出货的方式 我是不是应该 拉上去 啊 第一种是什么 我去封个板 我把板封住 哎 然后 这个 这个 厂关的资金 一看啊 厂关的资金 一看 这个 封板封的很好 对吧 这个 很强 两个一字板 然后今天 啊 又是 上涨了 是吧 很强 然后啊 封单 都往上加 然后主力在这时候 把自己的单子 封单撤掉 然后往下砸 对吧 这是一种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是 我拉上去 哎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不封啊 我在这个位置上 高位去震荡 对吧 是不是好多都是这么出的啊 我在高位啊 四封不封的这种位置 去震荡 然后去出货 啊 或者说 我早上去拉个恐龙波出来 啊 我早上去拉个恐龙波出来 对吧 拉一波上去 哎 我不拉了 然后让它自己往下 慢慢的往下跌 对吧 这是主力出货的方式 那主力在这个位置上 它想出货的应该是这么出的 但是这个主力上来 它就往下打 那这是它出货的方式吗 它出货不应该是这么出的 对吧 它出货不应该先往下打 它应该先拉上去 然后在高位置上去慢慢出掉 它不应该先往下打 对吧 往下打了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 哎 这个二二三二 这个二二二是不是都做出来了 打完这一波以后 这边真底已经不创新低了 然后后边 哎 反而又拉上去了 对吧 谁还能去拉这个板 如果说 对吧 主力想去拉板 在仗顶板的位置上出货啊 比如说在这个仗顶板的位置上出货 它应该是早盘就应该往上拉着出 然后在这个地方开板去出 它不应该先打下来 打下来了以后 它可能该出的都已经出了 然后它再拉上去 再在这个位置上再出一下 这个主力就有点傻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主力就有点傻 如果想这么出的话 它就有点傻啊 对吧 我大部分筹码抛掉了 然后剩下不太多的筹码了 我结果再去拉 拉一下 最后我又发现 哎 我最后在这个位置上出的筹码 还没有我拉的筹码多呢 对吧 我可能拉着一下 我花了五千万 结果我拉上去以后 我就出了两千万 出了三千万 得不偿失了 是吧 这种走势啊 感觉就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股票啊 它不一定啊 就是说啊 不一定就一定说是 这个放高量了啊 而且是发展住啊 它就一定说是 主力出货了 跑啊 这个股票就要大跌了啊 我们通过我们的分析 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股票 首先第一 历史最高量 高量常态是跌 对吧 第二 天线人线背离比较远 是吧 天线人线背离比较远 啊 它常态也是跌的 但是如果说 这根高量守得住 它下跌以后高量守得住 对吧 那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等次量 好不好 等次量 但是啊 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 大家 小资金啊 可以去关注 因为这个股票的盘子太小 大家可以看看 一共三千五百多万 然后不到三十块钱的价格啊 也就九个多亿的流通股 盘子特别的小 你们不要进去去 不要进去去精装 这个股票啊 大家可以跟踪 跟踪高量后边怎么走 好吧 这些其实啊 其实这是内功 知道吧 这是内功啊 从三千规的角度上来说啊 三不定六的角度上来说啊 你这个位置啊 不应该是处理在这个位置上 淡去出货的位置啊 当然你说它把高量跌破了 再回来再重新走 做有可能吗 也有可能 这个啊 但是至少我们分析出来啊 这根高量 对吧 这根高量是有问题的高量 它不是 就是常态来说 它不应该是这么出货的一根高量 好吧 我们后边盯就盯这根高量就可以 左边 你们比如说啊 这边有什么 有左风了 这个什么 那些压力啊 其实到了这些位置啊 压力它不是很大的 那你如果说啊 后边消化以后再往上找啊 最重要的筹码都在这里 对吧 最重要的支撑跟最重要的压力 也都在这根柱子上 好吧 我们盯住这根柱子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呢 我们再 我们再看几个吧 这个不说了啊 通话军马说过 下午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李师兄在圈里边 问了一个问题 怎么看明朴光词 但是好像 好像没有同学回 我不知道后边有没有啊 好像没有同学回 这个 大家认为这个股票 大家怎么看这个股票 等一下啊 把牛奥特征吃坏一下 刚刚刚刚刚刚更新过啊 有些股票能对发出来了 就是 大家怎么看 刚刚刚说的什么 明朴光词 一桌定音 这个这个撤不上一桌定音吧 这些股票啊 在前期是比较强势的一个股票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边啊 这是一个 背量柱 对吧 这是一个 背量柱 这又是一个背量柱 对吧 这个背量柱是过了它的啊 这边是过了的 我们缩小一下可能啊 这个背量柱 这个是十五块一毛一 这个是十五块一毛八啊 就是这个背量柱啊 这个背量柱 背量柱 然后背量柱 对吧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二奥里边的三阳连动是吧 然后后边呢 后边这边啊 这里不具体跟大家再去细讲啊 这边一波的拉升 然后拉到高位啊 这边一个高量柱 但是高量后边呢 高量啊 暂时啊 就是在后边这一波啊 高量没有破 又往上涨啊 对吧 高量不破 这里往上涨 这一天过高量 对吧 过高量 然后再回踩 再过 然后再往上涨 涨到高位 它整体上属于什么 价涨量缩的 然后呢 缩量回调 再放量往上涨 然后又缩量往回调 对不对 你说啊 高位啊 这个股票涨高了 没有问题 但是高位以后 依然是价涨量缩的 然后回调的时候 依然是什么 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 对吧 包括这里 也是缩量的 对吧 可能这两天啊 缩量不是太好 但是后边是消化过了的 对吧 整体上来看啊 整体上来看啊 目前属于什么 这里是 看看啊 这个是21块6毛7 这个是21块7毛6 这是第一个真谛 这是第二个真谛 这是第三个真谛 对吧 也就是说啊 一波 两波 三波 以后 一二三 这是一二二二三二 对吧 三坑以后的三二 这个位置 而且呢 这个股票啊 在底部来看啊 也是比较明显的 红费六寿的 包括 这里啊 我们可以去看啊 这里 虽然说是开板了 但是从分尸上 很明显的也能够看出来 这里是放量的 这里是放量的 开板的时候 开板的时候 这里还有点亮 再封 再开 量是越来越小的 对吧 这其实都是主力 在筹码往下搬移的 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我把筹码在上面 肯定出一些货 然后底下啊 重新我再拿一些货 然后再继续拉升 对吧 包括昨天啊 昨天的这个量波 能够 大家可以去看啊 这个量波 其实有点跟 有点跟刚才讲的 那个一二股 是有点类似的 对吧 都是这样的建构 我拉上去以后 我不封 我打下来以后 我再接着去封板 但是这个 这个股票呢 也不一定说啊 他一定就能起来 龙二波啊 今天虽然是 价涨量缩的 没有问题啊 价涨量缩的 没有问题啊 但是 这个能不能够 继续往上 仗停板的涨啊 这个需要 跟着量波去看啊 但是按照这个量 价建构啊 他有往上涨的可能 就是怎么涨的问题 好吧 然后呢 这个 再简单 九点了呀 快九点了 大家再简单 讲两个啊 大家热电一会儿再说啊 这个龙队放到里边了 大家可以看啊 焦华激光 焦华激光 这个 可以跟他一下 好吧 这边 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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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背量也是 早盘是放量的一个背量 然后 第二天去消化了 背量也是高量 对吧 第二天是消化了的 关键是什么 昨天是什么 昨天是长阴短注 对吧 长阴短注啊 它的阴应该是从这开始算的 它是这么长的 对吧 长阴短注 今天反报 如果说 这个位置上能够 这个 继续涨 然后再回调 出 测量 是最好啊 因为它再往上涨的话 一个是这边 高量的压力 一个是左边啊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高量的压力 好吧 它最好是能够做澳 这个也是 一个光刻机的 这种概念啊 然后包括 这个 莲花健康 我们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跟踪一下啊 这边连续放量往上涨 对吧 连续的踢量 然后架涨量缩 架涨量缩 这个高量顶 就一直没破过 昨天 踩顶以后 起注 今天继续往上涨 还是缩量的 好吧 根据节奏啊 根据节奏去 去 去来看啊 看看其他的 这样吧 我们看一下龙攤好吧 你的票哪个 刚才说的有点快啊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 这个 科研制药啊 我们去还是说啊 前边的啊 涨高了的股票啊 前边的涨高了的股票 像这个 科研制药啊 华丽畅通啊 这些啊 涨高的这几个啊 大家是去重点去 放在这里啊 大家重点去研究 它前边 比较强势的这种建构 好吧 不是说现在去涨啊 现在去模拟啊 因为这些票啊 尤其像科研制药 它们目前已经处在 下跌的这种趋势里面 啊 尤其今天本身医药 昨天今天医药 本身就比较强 但是它也都没有 输出来重大洋 是吧 因为它还在下跌的途中啊 然后包括花力创通啊 高了 蓝莹装备 高手啊 高手去研究啊 看他这边的 这个缺口啊 会不会 只要不补 就依然是强的 还是可以关注的啊 其实这种技术啊 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是要去出货了 啊 然后呃 这个浙江市宝啊 它是 这个汽车类里面的啊 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了啊 新同学可以 新同学可以不看啊 这些高手们可以去研究研究啊 今天还是价量量缩的 对吧 并且目前是过了左风的啊 如果说能够继续确认 这个左风过了啊 它依然是有可能往上涨的啊 明天有数啊 目前就继续等次阳就行了 好吧 目前的高墙底还 这个十底还没有 这个真底是吧 还没有有效的降低啊 但是整体上这一波缩两缩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大家等等次阳啊 然后等强阳 好吧 然后哈汉华通也是啊 目前在二澳里边啊 大家也是要等次阳好吧 然后新元卓美这个是汽车类的啊 大家关注这个左风能不能过得了啊 过不了 他可能又在这地方还要做小级别的号啊 维可精密啊 也是汽车类的是吧 看看这个左风啊 这个左风能不能有效的突破 好吧 引力汽车也是一样的 然后威力传动啊 威力传动应该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威力传动目前的缺口啊 就是这个零号还是没有补的 对吧 这个零号还是没有补的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他能不能出在这个位上啊 明天这个王牌定性是吧 给这个仗停板定性啊 看看他能不能出次阳出强阳啊 最好好吧 Smart导航也是的啊 目前在澳里边啊 等次阳 这个是一澳 这个是二澳 目前是三澳是吧 我们等过这个鬼门关的次阳出来 好吧 然后光阳 光阳的话啊 今天是价格量缩的 但是也是冲高回落的 好吧 大家画好三线 跟着看着三线怎么走就行了啊 塞丽丝整个的这一波啊 相对来说 这个建构是比较强的啊 但是目前啊 目前这个到了高亮底这个位置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 大家跟踪他就怎么走吧 好吧 如果能 汽车板块 能够整起墙 他能出现反暴的话就好 否则的话 他可能要下来去 继续往下踩一踩了 好吧 上海湖宫也是啊 澳里边的 连续缩量回调的啊 等次阳 好吧 目前这根高亮啊 目前这根高亮 还是没有破的啊 如果能够不破出现次阳 他依然是我们牛奥掏金的机会啊 蓝键电子今天 今天这个也不算一个阳啊 跳空缺口啊 他能够出现强阳 今天是所谅的 是吧 能够出现强阳啊 能够出现强阳 到时候再看啊 这个 也要看一下芯片啊 包括这个光刻机相关的 他们明天怎么走啊 因为光刻机板块指数 今天是假阳真阴啊 而且放高亮 昨天放高亮 今天继续放高亮 如果说那个板块倒的话 很多的前期大涨过的股票 有可能会 杀跌比较厉害 好吧 然后中复也是啊 等次阳 目前是缩量啊 都是缩三一往下踩的 等次阳好吧 中电环保 中电环保 这个还是要等一下强阳吧 目前这根 高亮 这个是吧 它的21位 包括这个底还是没有破的 这个位置上 如果有可能 可能会做王牌 大家看王牌的质量 好吧 新大正 真底创新低了没有 14块6毛3 真底还没有创新低 这个要 他们要想起啊 要看房地产 好吧 目前基本上 在这个位置不能再往下跌了 连续缩量回调 最好能够到处次阳的时候 好吧 安吉宝也是啊 这个今天应该算架涨量缩啊 大家看看这边的这个阴十点啊 能不能够突破 好吧 这边应该啊 后边这几个是能对替换 然后加上来的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叫菲林科斯 是吧 菲林科斯啊 间谍是高量 然后有一个长的上影线啊 大家去观察他后边高量后边怎么走啊 最好能够下来作傲啊 下来作傲啊 再能够高量不破的话 对吧 那他就是牛奥淘金的机会啊 赐养牛奥淘金的机会 大家去把握好吧 呃 畅山药业刚才说过了啊 然后科这个科创新元啊 这个能对的公众号里边啊 这个视频号里边 这个股票有简单的讲解啊 我就不说了啊 德拜师刚才也说过了 德胆健康说过了 大连热店啊 大连热店这个股票啊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有点类似于刚才说的那个叫 嗯 明普光磁啊 对吧 有点类似啊 这个位置啊 连续一字板往上涨 涨到这个位置啊 其实高量啊 后边啊 高量是被突破过的 对吧 包括这边是缩量 缩量又往上通过的 然后 长阴短柱的杀跌 这边的高量啊 这边的高量 其实把这些 也都是消化过的 是吧 然后再下来 缩量 缩三一 是吧 这边再下来 也是缩三一 这边再下来 也是缩三一 然后目前是什么 一个真底 这个位置应该是差不多啊 两个真底 是吧 今天被晾阳 而且 而且今天的亮波 早盘的亮波是非常强势的啊 非常强的亮波 这个位置上应该已经仗停了的啊 就是第一波 这边两三分钟拉一个仗停 然后开板这边又放量去 拉的板啊 日向上是可以亮住 对吧 大家可以去去看一下啊 后边这边啊 明天如果能够过风 是吧 如果能够过风 他就有可能继续再往上涨的 好吧 然后文灿啊 文灿的话这个属于短时间的超跌 对吧 汽车类里面的啊 短时间的超跌 然后今天啊 是一个倍亮住 如果说明天啊 盘中能够回踩一下 再往上涨啊 汽车类 如果板块指数也比较强的话 他就这个很有可能也会比较强啊 因为这一波的杀跌啊 首先它是什么 这个从这里开始 对吧 这里就是啊 这一天就是一个甲 这个甲阳真音 对吧 就是前一天说明天 甲阳真音嘛 数量三一的往回调 连续的啊 这应该都有 都有二十几个音 对吧 二十几个音 而且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我们量学里面讲叫 无灵界的下跌 对吧 就是左侧下跌 非常的流畅 而且是属于极音 而且还是缩量 假跌的啊 那这样的股票通常上涨起来 就是跌的流畅 涨的啊 相对来说 可能也会比较流畅 好吧 常涨技术啊 也是新能源车的 这个啊 目前两个真底啊 两个真底已经太高了 今天是一个小备阳 好吧 大家啊 重点关注的 其实就是 这边的 这个 左风 能不能有效的去突破 好吧 然后金凯生科啊 备量加备量啊 连续三天放量 并且今天有成上瘾啊 最好能够回来做 回来做 好 好吧 那就 这么多吧 那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好吧 今天 这个晚上就到这里